第三章 耶稣與尼哥底母論重生 有一個法利賽人 名叫尼哥底母 是猶太人的官 這人夜裡來見耶稣 說 拉比 我們知道你是由上帝那裡來作師父的 因為你所行的神職 若沒有上帝同在 無人能行 耶稣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上帝的國 尼哥底母說 人已經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無福生出來嗎? 耶稣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上帝的國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就是靈 我實在地告訴你 我實在地告訴你 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以為稀奇 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 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問他說 怎能有這事呢? 耶稣回答說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還不明白者是嗎?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我們所說的 是我們知道的 我們所見證的 是我們見過的 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 你們尚且不信 若說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從天降下 仍舊在天的人子 沒有人升過天 摩世在曠野怎樣舉蛇 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叫一切信他的都德永生 上帝愛世人 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德永生 因為上帝猜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不信上帝獨生子的命 作惡的恨光 光來到世間 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 不愛光 倒愛黑暗 定他們的罪 就是在此 凡作惡的便恨光 並不來就光 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 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 耶穌和約翰施洗 這時以後 耶穌和門徒到了猶太地 在那裡居住施洗 約翰在靠近撒冷的哀亂也施洗 因為那裡水多 眾人都去受洗 那時約翰還沒有下在監慮 約翰的門徒 和一個猶太人辯論結證的禮 就來見約翰說 拉比 從前同你再約但何愛 你所見證的那位 現在施洗 眾人都往他那裡去了 約翰說 若不是從天上刺的 人就不能得什麼 我曾說 我不是基督 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 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見證 取辛苦的 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 就甚喜樂 故此我這喜樂滿足了 他必興旺 我必須微 信者能得永生 從天上來的 是在萬有之上 從地上來的 是屬服地 他所說的 也是屬服地 從天上來的 是在萬有之上 他將所見所聞的見證出來 只是沒有人領受他的見證 哪領受他見證的 就印上印 證明上帝是真的 上帝所猜來的 就說上帝的話 因為上帝設聖靈給他 是沒有限量的 父愛子 以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 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arrived extension 你把哀骰了 好嗎 來自然 把哀骰 寢測 你讓我來